妈妈要工作 哦 关 嗨 我是海妈 我来检验一下 冬天重检过的月季 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剪切口在这里 剪了剩下10公分左右的高度 你看现在整一个植株的高度 发的芽有的粗有的细 前面起了花苞 去年的时候有花有吐槽 这种方法剪得重了重 怕是等到剪死了以后 好来买新的 其实我的经验告诉我说 这种方法对于盆栽来说 是特别靠谱的 地栽老庄 可能可以稍微减轻一点 因为它的活性不好 但对于我们这种 处于活性很好的苗子来说 希望它的花头开得比较爆 比较整齐 就是在中继采取重点的方法 实际上这些植物 有生长点的 横红的叶片 有芽芯的部分 就是有生长点的 它几乎都可以发育成花芽 躲在底下的就会缺光 发育成芒芝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北向的阳台 在春季的时候 开极朵的一个原因所在 那么达到这个样子之后 规律的 预防性用药 因为春天气温变化 非常的大 比如说库斯特 撒针菌 避免到被感染 双霉和白粉病 这种花苞 已经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施肥 我们会用 美乐科花会形的肥料 和美乐科月季型的肥料 交替 一周用一次 捕使它每一朵花都能打开 并且孕育出来 多头的花苞 观众海妈陪你装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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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